别再蹭蓝姐的流量了 别再诽谤任何人了 在这录视频的 准备给蓝姐断章起域上头条的 蓝姐再次警告你 律师会找到你头上的 蓝姐经历过大风大浪 但是不要再诽谤孩子们了 他们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说谁最维护汪小飞 那第一个肯定是母亲张蓝了 近日汪小飞与戴斯离婚后 网上各种言论铺天盖地而来 汪小飞则出幼三亚不再理会 而母亲张蓝则一直开直播澄清 12月2日张蓝再次开启直播维护儿子 公开怒怼小黑坟边警告称 如果再有断章取义的 律师是会找到你们头上的 并再次公开维护汪小飞 劝大家不要再诽谤孩子们 他们是真的不容易 果然哪里有汪小飞 哪里就有张蓝 自儿子而起离婚以来 张蓝没有任何一句诋毁大一丝的话 将所有回应 所有事情做得紧紧有条 不愧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女人啊